大家好, 今天教大家做柚子鸡翼 用韩国的蜂蜜柚子茶做酱汁 又清甜又好吃 我们来看材料 材料有无激素的鸡棕翼1磅 蒜头2粒 蜂蜜柚子茶3汤匙 生抽1汤匙 材料就这么多 好了, 先处理材料 材料已经处理好了 鸡翼解冻后 用盐1-2分钟 沸干水 放半茶匙盐 腌一下 底味 1磅鸡棕翼 大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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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煮柚子鸡翅 有些朋友问我 如何解冻才最好呢? 其实也没有问题 坊间也有很多解冻方法 我自己用解冻方法 又快脆又不会流失鲜味 买回来后 很冷,有很多冰 然后用食物袋 直接开一盘水浸 肉直接放入水 用这个方法解冻 大概半个小时 已经完全解冻了 大家不妨可以试试我这个方法 现在可以来煮柚子鸡翅 先烧热锅 大约2汤匙的油 爆香蒜头 用中火 好了 闻到香味 然后可以下鸡翅 鸡翅 下鸡翅 将鸡翅 放平 然后盖上盖子 煎2-3分钟 煎2-3分钟 后 反转另一面 再煎一下 继续盖子 就要转小火 因为鸡翅 继续 不用煎太久 这个蜂蜜油脂茶 用来冲水喝就很滋润 用来做这个酱汁 也很好吃 好了 煎到另一面 已经有金黄色了 可以将卷起去 让鸡翅 煎到鸡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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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简单 将火转到最小 然后就是 把酱汁 加进去 加入半碗水 煮滚 有很多泡 可以把鸡翼回锅 收汁 煮至汁收到差不多 可以煮起 鸡翼是常常煮的 可以在酱汁上做一些变化 就会做出不同风味的鸡翼 还剩下的汁 淋上表面 今天这个柚子鸡翼完成了 大家不妨试试